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一小段 推本念出 人非身险 数能无辜 过而能改 善莫答应 有过不怕 贵再能改 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读到 阿世王 造无逆十卧罪 我们所造的罪业 要跟他相比 我们很亲 他造的重啊 他的古报在阿比地狱 可是这个人过去身中善根深厚 他在临命中时候后悔 以真诚心忏悔 念佛求生进途 他往生了 释迦牧 释迦牧尼佛把这一段事情告诉我们 这就是《大藏经》里面《阿世世王经》 佛告诉我们 他不但往生 他是上品终身 真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造极重罪业 都能往生 问题是你真的要改 从内心里头改过 知道自己错了 往后永远不犯这个过错 回邦三宝 这个过失也在阿比地狱 历代祖师大德 没有学佛的时候 都造这种罪业 学佛之后 忏悔 天清菩萨 早期学校成 毁谤大臣 以后接受他 哥哥的教诲 知道自己错了 他在佛面前发誓 割舍头 割舍头 他就告诉他 你过去用舌根 回邦大臣 你现在为什么不用舌根去赞叹大臣呢 为什么把舌头割掉呢 他这也醒悟过来 从今以后赞叹大臣 这个是改过千善的好榜样 假如我们过去曾经做过棒法 棒佛 棒法 棒身 造这个罪业 我们今天反过来 战斧 战法 战身 这就对了吗 这就是天清菩萨 跟我们视线的模范 榜样 回头要以形目为回头 心形多回头 这才能消一掌 诸我莫作众善奉行 这两句话 现在已经变成佛家的口头禅了 谁都会说 自尽其义 世诸佛教 谁都会讲 不但现在人会讲 古时候人也会讲 在古代 唐朝时候 不要注意 遇见 鸟朝和尚 这个法师为什么叫鸟朝呢 他在树上 大个小棚 住在树上 像鸟窝一样 依旧晓得 他生活多简单 万元放下 是个老修行人 白居易遇到他了 那个时候 他的杭州太守 太守就像现在市长一样 遇到鸟窟和尚 向他请教 什么是佛教大义 鸟窝和尚 就说这四句话 诸窝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白居易提了消息 这个话 三岁小孩都会说 鸟窝和尚回答一句话 三岁小孩 虽然能舍得 八十老翁 还做不到 白居易提了之后 想想很有道理 要做到 怎样才能做到呢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关系我们前途 关系我们来生 来生是古报 今生是花报 那换一句话说 不但关系来生 也关系我们现前 现前可以 去及避凶 世尊 慈悲到极处 在十善业道经里面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始 针对我们现在人 针对我们现在人 怎样断卧修身 佛修身 菩萨有一个方法 可以永断卧道苦 这不但三卧道 六道都苦 菩萨有一法 能力 一切 卧道苦 在佛菩萨眼光里面 舍法界都是卧道 所以这个卧道不是指三土 三善道 你身闻 研究菩萨 舍法界里面的佛道 都是卧道 为什么呢 没有明心见心 没有其如一真法界 只有一真法界是真道 是善道 舍法界都是卧道 佛家说菩萨有一法 这个菩萨是法身大死 一真法界的菩萨 这个法是什么法呢 他教我们日夜 日夜就是不能间断 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不容 毫分 不善 夹杂 这一句话重要啊 我们昼夜 齐心动力 业余造作 要常常想到善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一天到晚所接触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常常念他们的善 不要念他们的窝 念他们的窝 把他们的窝了 变成自己的窝了 你说这个人多于窒 每一个人的心 都是至善的 跟佛没有差别 现在我们懂得了 佛与法身菩萨 他们心里所装的全是善法 一丝毫的卧法都没有 凡夫错了 错在哪里呢 心里面全装卧法 不去装善法 眼睛看 专门看别人的坏处 专门记别人的悟行 口里都专门说是非 你天天说 心窝 念窝 行窝 你怎么会不多窝道呢 菩萨 可以能够立一切窝道苦呢 这摄法界他都超越了 他就是凭心里头 绝不容纳 丝毫无法 这个方法好啊 你能做到这一点 那佛就说了 你常得清净 祝福如来 菩萨 神仙 你跟他们做朋友了 入了他们的俱乐部了 我们为什么不把念头转过来 比什么都重要 别人造窝 与我不相干 别人友善 我们继续学习效法 别人有窝 绝不放在心上 绝不放在口上 这是吉德雷公啊 要从这个地方做起 窝人 也有善行 赞叹善的 绝不提窝的 不但口里不提 心里头根本没有 能不能做到呢 有人说很难做到啊 我看了之后 印象就很深啊 那个印象是为什么深呢 你把它装到里头去了嘛 所以你才有印象嘛 你要不把它装在心里面去 哪来的印象呢 我们这一边 新加坡这一边 有位许哲巨师 今年一百零一岁 他是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一生没生过病 一生活得非常快乐 一天吃一餐 这一餐只吃生菜 这个油盐酱醋调味的 他一流都不吃 完全吃生菜 回归大自然 我们落地有落相带 这个叫做成光碟 你们大家回去 每个人都带一瓶回去 你看看 人家的一百零一岁 只掉一个牙齿 身体完全没有毛病 耳目聪明 看报纸不要带眼睛 反应跟年轻人完全一样 人家怎么修的呢 佛在经上讲这个话 他没有念过 他没有听过 但是他做到了 他唯一的一个好处 专门寄别人的好事 绝不寄别人的卧司 李莫远就是问他 那你看那些卧人卧司 你怎么看法 他举个比喻 我看到卧人卧司 就像在马路上 看到来来去去的人一样 这个比喻的好啊 你们到马路 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这些人 回来之后问你 你记得吗 记不得 为什么记不得 你没有把它放在心里 由此可知 我们是可以不把它放在心上 你偏偏要放在心上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从马路上走一过 你看看好多人走来走去 也听到他们在那说话 要问你的时候 他说什么 明明听见呢 但是你不知道 这就是什么 没有注意 注意是什么呢 你这个心里头啊 把意思 注到里面去了 装到里面去了 叫注意 没有注意什么 没闯进去 虽然见了 虽然听了 不知道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的 我们每天都做啊 如果能保持 对一切人事物 都这样做法 你的心都清静 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为什么要记别人的过时 为什么要记这些不善 佛菩萨这个法子 好极了 这样我的标准是什么 佛说了 十善业道 身 杀到淫 这是我 决定不走心 决定不放在心上 口 你听人家的 忘语 握口 两舌 两舌是挑拨是非 其余 花言巧语 一 贪嗔痴 这十卧 佛讲的这个标准 十卧 决定不许可 有一分一毫 架杂在你心里头 心里面完全充满了 十善 这样修学 就能成 无上道 就能成佛 所以我们看 许多佛像 画的佛像 佛像上面画个圆光 头部画个圆光 光顶上写三个字 这三个字 有用中文写的 也有用梵文写的 还有用西藏文写的 都一样 嗡阿吼 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 十善业道的圆满 嗡是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卸淫 阿是口业 不忘鱼 不念舌 不悟口 不欺语 哄是一叶 不贪 不沉 不吃 这十条座圆满了 就成佛了 所以佛将 法身菩萨 这一法 正确点 我们在佛像 圆光上看到 这个方法 是修行的根本 从这里开始 也要到这里圆满 所以久久彼获 极庆 只要能够断我修善 断实我修 是善 你一定获得 极庆 祝佛护你 龙天善神 保佑你 准获为福 希望我们 同学们 要好好地记住 认真地修修 好 今天时间到了